OdioJungle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强硬回应称,伊朗正准备向弹道导弹项目继续投资,德国总理默克尔于当地时间周四十日紧急致电伊朗总统鲁哈尼,希望能和伊朗就其继续发展导弹项目进行商谈。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网报道,德国政府发布声明称,默克尔在与鲁哈尼的通话中表示,希望能和其他国家一起与伊朗举行会谈,就伊朗的单道导弹项目以及其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军事活动进行商谈。 据悉,伊朗坚持继续发展单道导弹项目,因该项目并不是伊核协议的一部分。此举引起美国和以色列强烈批评,伊朗还支持在也门和叙利亚境内的失业派组织的军事活动。 报道称,欧盟也于当天呼吁伊朗和以色列不要让双方在叙利亚的军事冲突继续升级。 欧盟发言人表示,对以色列和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冲突感到担忧,欧盟一再重申,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力。 但同时,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升级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 据海外网此前报道,当地时间10日凌晨1点30分,以色列军方称,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部队,向以色列控制的哥兰高地,发射了20多枚火箭弹。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28架以色列战机,一夜之间,在叙利亚发射了约60枚火箭弹,大部分被叙利亚防空系统拦截。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周四十日表示,伊军已对叙利亚境内几乎所有伊朗设施战进行了空袭。 作为伊朗对哥兰高地发射20枚火箭弹的回击,美国东部时间8日下午20,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称将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制裁。 随后,英、法、德等国家相继发声,对特朗普这一决定表示遗憾。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对特朗普这一举动罕见,做出公开批评,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将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拉丁布鲁杰迪表示,考虑到美国的决定,伊朗的导弹项目将完全不变。 当天,伊朗议员们在议会点燃了一面指制美国国旗,伊朗议会发言人拉里贾尼称特朗普的举动是一场外交表演,并称显然,特朗普只懂得使用武力语言。 默克尔9日表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是一个严重错误,德国将继续遵守伊核协议,欧洲未来必须承担更多国际外交和安全责任,并确保伊朗履行伊核协议内容,编译海外网里方。